茅草造型的棚家下 有个农会展示的特产花灯 这充分结合地方特色的花灯展示区 可说是重现吉吉镇 所借乡土灯会的风情 那个茅草 就是代表 过去我们农村的时代 掛在那里起来 使用这种稻草 就是一个乡土的风味存在 以前我们也是这么做 就是我在丹镇镇长的时候 我们就是用这种乡土的味道 来创造灯会 所以它既有创造性 而且所使用的材料又回答 就能够就地取材的来使用 南投吉吉灯会已经有17年的历史 今年扩大规模升级成南投灯会 在规划的12大灯区内 都有炫烂夺目的特色花灯 不过最值得一提的 就是主办单位特别规划的怀旧灯区 你看每个单位 从创造出来的那个设计 都是不同 所以这个让观光客来参观 他们就会仔细地去品尝 它设计的风味在哪里 就是主要是乡土灯会区 我就坚持一定要 要恢复过去一点 像我们刚开始创造的这种风味 过去乡土灯会 最具有特色的 就是以竹子跟茅草搭设的 炮价灯区 当然也还有结合地方特色的花灯作品 你看像我们这个台大石燕林 它就是在竹山 它是用木 用这个竹来编成一个猴子 就是一个创意 所以我们乡土灯会区 也是这个意思 在这200多公尺的范围内 虽然没有大型的花灯 不过每一座花灯都经过巧识设计 原来南投灯会的民众 可别错过乡土怀旧灯区 记者王子余南投县采访报道 请问一下